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即便如此 老人依旧颤颤巍巍地走在路上 边走边呼唤着 儿啊 寒冷的天气里 老人虽然穿着厚厚的衣服 看起来很温暖 但心中却是十分落寞的 据附近的村民介绍 这位老人每天都会出来在村里寻找儿子 老人拄着拐杖 逢人就问自己儿子去了哪里 附近的村民在得知了老人的情况后 也都出于善意帮几家人哄骗老人 目前大家差不多已经同一口径告诉这位老父亲 他的儿子外出打工了 这位老父亲一共生养了十个子女 其中九个女儿一个儿子 老人天天寻找的儿子正是他的独子 已经离世的这个儿子在老人的孩子中抬行老妻 目前老人的女儿张女士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去世的孩子是自己的哥哥 是因为出车祸离世 哥哥去世之后 老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 因为家人怕老人伤心 所以就把哥哥后世之后的一些东西都清理掉了 结果没想到老父亲还是因为太伤心 在哥哥去世两个月后 就完全忘了哥哥去世的这件事 张女士还说 老父亲每天都在村里到处找哥哥 回家吃饭 邻居们都会说哥哥出去打工了或者回张北老家了 同时 张女士也介绍 可能是一位私人心切 老父亲有时候会去比较远的地方寻找哥哥 以至于不能自己远路 走回家 好在周围的村民基本上也都知道老人的情况 大家发现老人走远了之后 张女士姐妹又没空食 经常会有好心人帮忙把老人给送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 老人家每次出门的时候 除了寻找自己的儿子 还会找同样已经逝去的四弟 对此 有网友表示 老人虽然啥都不记得了 但是他对孩子的那份爱还停留在原地 还有人说 老人每天都记得外出寻找儿子回家吃饭 但他那个调皮的儿子已经回不到饭桌了 大家有时候多陪陪自己家的老人吧 此外 在这附近每天寻找儿子的伤心故事中 可以体会到这里的邻居是多么的善良 多么的温暖 与老人的家人一起帮助老人 让老人不断念想 能够时刻生活在儿子还活着的幸福之中 白发人送黑发人 是人们难以承受的痛苦 这件事情对老人的打击是巨大的 忘记了最伤心的是 那种无力感无法言喻 一般情况下 家里人怕老人承受不了 会善意地隐瞒 能瞒多久瞒多久 直到瞒不下去了 因为已经年来的身躯 完全经不起如此沉重的刺激了 的确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但对于失忆的这个老人来说 这何尝不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呢 老人的失忆更像是自我保护 至少老人就不用为失去儿子而受折磨了 不用承受丧子之痛 至少老人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 同样是带有一些心酸 对于爱情 大家会说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是最痛苦的事情 而对于亲情而言 在面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时 你能记得他们 他们却忘记了你是谁 却是更为令人无奈且心痛的事情 之前在国外 有一个儿子在餐厅问母亲 记不记得丈夫和儿子是谁 母亲回答不记得 随后 儿子又问母亲我的妈妈是谁 可母亲仍旧一脸疑惑 甚至有几分冷漠 只是说不知道 即便是儿子告诉了这位母亲 他的妈妈就是他 可母亲依旧一脸茫然 此外 儿子还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但母亲还是有些无辜的抱歉 说自己并没有印象 也认不出眼前的儿子到底是谁 接着儿子又问母亲 那你知道我的家人吗 而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儿子的双眼已经泛红 甚至不敢看向母亲 坐在对面的母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还问他为什么要哭 说他看起来好像很难过 但表情还是那么茫然 完全不清楚与儿子的对话 到底意味着什么 儿子为了不让母亲难过 便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为何要哭 而且他也深知就算是自己告诉了母亲 母亲也不会记得 更不会认出他是自己的儿子 接着儿子又开始试探性地询问母亲 看到自己是否感觉熟悉 奈何母亲只是说我不知道 我感觉不熟悉吧 听到这个回答 儿子无奈又心酸地笑了一下 而捕捉到这个细节的母亲 便关心地问儿子 我的话让你很难受吗 此时儿子就已经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眼泪几乎就要溃低 想到母亲的病症 他根本就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只能拿起纸巾擦拭悲伤的眼泪 回到家中之后 儿子立刻拿起珍藏的相片 问母亲那是你的儿子吗 母亲虽然盯着相片看了许久 但仍旧说出了我不知道四个字 此后独自回到车上的儿子 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母亲的遗忘 让他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 瞬间哭得不能自已 他说我的妈妈还记得我的名字 但他却不认识我是谁 话刚一说出口就哭得更厉害了 因为在他的心中 母亲或许是在几年之后才会患上痴呆 可这一切来得太快了 让他有些无法接受 很后悔之前没有多陪伴母亲 并说自己真的很想再冲回房间 再问妈妈一次我是谁 因为他真的很想再听妈妈说一次我的儿子 可遗憾的是这已经成了他的幻想 再也不会实现了 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七尺男儿 会独自窝在夜晚的汽车里 哭得如此撕心裂肺 可见母亲的失忆 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看完这两个故事 只想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我们无法预料的痛苦 但无论如何 亲情这种感情始终将我们与亲人连结在一起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跟亲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也希望在未来无论有多无奈 只要我们与亲人在一起 就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